深夜裡一輛轎車高速衝了過來 下一秒撞上護欄現場 零件四散 塵土飛揚 救護車火速抵達車禍現場 駕駛和乘客被拋飛車外 當場沒了神明跡象 百萬名車被撞成V字形 幾乎成了沸田 坐在後座的渡性乘客 嚇得驚慌哭泣 受傷送醫 到達現場發現有三名患者 都已經沒有在車內 兩名倒在地上 一名站在路邊圍欄 車禍地點在彰化縣河美鎮 凌晨1點半 28歲周姓車主開車載著 24歲沾姓男子和渡姓男子 車主想試車 但疑似車數過快 過完時衝撞護欄 死者家屬抵達車禍現場 悲傷痛哭 乘客經過醫院的抽驗 初步是有酒精的反應 三名男子過年相約聚會 其中副駕駛 沾姓死者是空軍志願役 原先今年11月要退伍 家屬說死者高中畢業後 去當兵潛下志願役 14號下午4點多出門 沒想到再見面 已經是一具冰冷遺體 三五好友行存聚餐 深夜試車釀成兩死一傷 記者蓮佳慶王百英 張華西方報導